文学便利贴希腊神话里常可见众神的伟大传说 壮阔的战争场面以及神与人之间精彩的故事 本课即是叙述普罗米修斯为人类幸福生活努力付出的过程 寒冷的冬夜 微弱的月光下 飘忽贪婪的众多光点 随着嚎叫声越来越近 是狼群 站在洞口的人惊呼后急忙躲进洞里 洞里的人群没有足够的毛皮防寒 彼此紧紧靠在一起 不知道是因为寒冷还是害怕 全身不停地发抖 他们搓着双手 好像在取暖 又好像在祈求 希望狼群远离 大家平安度过今晚 人类的生活太辛苦了 我的心紧紧纠结着 身旁的雅典娜 眼神也流露出心疼 你在他们身上投入这么多心血 一定很舍不得吧 我当然舍不得 想当时 我奉了天神宙斯的命令 造出人类 雅典娜为他们注入了灵魂 这段时间以来 我费尽心思教他们学会各种技能 他们就像我心爱的孩子 只因为宙斯不愿分享神界的火 他们就得躲避野兽 忍受严寒 我激动地说 雅典娜听完后不发抑郁 因为不给人类火苗 是宙斯立下的规定 无论是谁违反 都将面临严重的后果 眼看着狼群逐渐靠近人们躲避的洞口 听着人们惊恐地呼喊 我再也忍不住了 你帮我吧 我愿意承担所有的后果 我大吼注求雅典娜 她眉头深锁 过了许久才轻轻地点了点头 想取得天火 需要一个良好的时机点 我只能度日如年的等待着 终于等到雅典娜来找我的那一天了 宙斯不在奥林匹斯山 快走吧 雅典娜急忙带我走到一条隐秘的小路 提醒我多加小心后就离开了 一路上 我感到心神不宁 生怕被发现 尽量躲躲藏藏的前行 周遭变得越来越明亮 一抬头 发现阿波罗正驾着太阳马车 横跨天际 在它经过后 大量的火屑如瀑布斑往下流屑 明亮的火光闪得我睁不开眼 却燃起心中的希望 我马上折了一小根树枝 偷偷引了天火 带到人间 各位 我手上的火 会让你们的生活更幸福 我用火苗点燃枯叶 不久 小树枝被火吞噬 火势一路延烧到树干 最后整棵树都笼罩在火光中 随着火势变大 人类不断向后退 眼中透露着恐惧 别怕 我教你们 我轻柔地说住 原本在不远处窥视的狼群 早已因火焰而远离 阵阵的暖意 让人类的嘴角慢慢上扬 大家觉得没有危险 便围坐了下来 我捡起烧过的果实 给他们尝尝 他们既兴奋又惊喜 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住 脆脆香香的 更好吃了 太好了 野兽怕火 好温暖啊 我满足地看住 完全忘记被宙斯发现的后果 没过多久 宙斯回到奥林匹斯山 发现远处升起的人间烟火后 大发雷霆 他命人把我绑在陡峭的眼壁上 锁链紧固住我的身体和四肢 贪婪的老鹰飞过重重云雾 俯冲直下 每天着实我的身体 我痛苦难耐却无法逃脱 醒来后接着又痛得晕过去 不知道在这里究竟过了多久 也想不起来许多事情 我常不时自问 我是谁 为什么在这里 脑海中依稀存在的画面 熊熊燃烧的火焰 带来了明亮 温暖与幸福 一旁围绕的人们又唱又跳 高声地呼喊着 谢谢您 谢谢您 普罗米修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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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